賺錢商機 可是你會考慮嗎 這是包租公在新門町的6號出口 這邊人潮非常多 商機很大 可是周邊的店面價格 動輒都是數百萬元 最近居然出現說 哇 這總價值要125萬的金店面 好多網友就說感覺門檻不高啊 就想要來試試看 可是專家就提醒說 其實這個是特殊的店面 沒有辦法貸款的 又很難脫手 新手恐怕玩不起 捷運西門町6號出口 潮男潮女穿梭 本該是金店面中的金店面 卻出現驚人低價物件 房屋交易網上標榜西門町商圈 收租店鋪精品2.6坪 總價值要125萬 換算投報率比近4% 開價125萬的店面 就位在捷運町出口旁 這棟大樓的2樓 本來是由70多間小店 組成的商場 現在則統一交給物業公司 出租給港式茶飲業者 以現階段來說 真的不用擔心租不出去 他這個部分是已經有租 租了7年了 所以那也去年才剛去3點的月 所以其實相對是蠻穩定的 等於說你一個月大概有10千多塊的收入 聽到這裡連我都被吸引 不過其他專家列出3點提醒 首先這間店有一定的複雜度 未來建物變更 整合資產會很麻煩 再來萬一港式飲茶以後不租了 2.6坪的店面積小 招客男 下一手並不好找 也不是投資新手玩得起 他因為這個權力值分非常的小 所以在銀行貸款條件上面的可能都不太理想 買方有可能必須要做全額支付 那未來呢 如果說有這個都更戶為老的話 在權力整合上面呢 他也會碰到比較大的一個困難 尤其是投資西門町商圈 因為老房子多 未來性就差很多 去年12月橫陽路一間48坪透天店面 因為位在老屋重建熱區 成交價還衝破2.57億元 拆算一坪534萬 看來店面投資要注意不少面向 有時候價格便宜也不一定就是減到便宜 東森財經新聞的台北採訪報導 燃燒熱血棒球魂棒球今年賽看東森